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的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矣 如果我们经常翻阅经书 这几句话一定不会陌生 这四句话是佛经的 开经节 是唐朝时期武则天所作 我们都知道 武则天也是一个虔诚的信佛之人 他为佛经所提的开经节充分表达 出了处于迷茫困惑中的众生信誉佛法时 内心的那种伐喜和解脱 为什么要与佛结缘 佛是教者 大彻大悟 福慧两祖尊 可以让我们破迷开悟 远离颠倒妄想 离苦的乐 解脱六道轮回 得到究竟的解脱和救助 佛法难闻经义闻 人生难得经义的 此生不像经生度 更代何生度此生 不是谁此生都有善根福德与佛结缘 佛家常说一句话 天语虽宽 不润无根之苗 佛门广大 不度无缘之人 因为众生业力有别 业障重的人是难以闻到佛法的 即使你有意去度他 他也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话 因缘不到 福报不够 没有智慧的人暂时与佛无缘 那么 什么样的人算是与佛有缘的人呢 左单引号 与佛有缘 的人 身上有这五大特质 灵异善良厚道 愿善好施佛家里六种修行的法门 其中之一就是 不失 人要懂得 舍 有舍才会有的 自私自利 爱占便宜的人 难得大贵 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果循环 你善待他人 才会有人善待你 人有善念 天必又知 福气就来自人的善念善行中 宽佑他人 就是成就自己 越是刻薄狭隘 福气也就薄了 凡事少些计较 多些包容 多去利益他人 就是行菩萨道 02 孝顺父母 懂得感恩学佛 不是让我们成为异类 而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简单 心中有爱 比如孝顺 佛家非常重视孝道 在家孝父母 何必远烧香 其实 父母就是在世佛 恭敬孝顺好自己的父母 就是对三宝最深的敬意 功德无比殊胜 03 内心清静 心无挂碍人的心转了 念头转了 命运就截然不同 人有什么样的念头 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自然会感召相应的果报 再厉害的算命先生 也算不出修行人的命运 因为修行人会转念头 内心清静的人 即使深处地狱苦海 也能转变境界 心中生起极乐净土 修行修心 不生称愿 心无挂碍 一切随缘 烦恼全无 解脱自在 04 谦卑低调 不傲慢真正有修行的人 必是谦卑温和 不卑不亢之人 我们都知道 佛家里常常有双手核实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其实就是在告诫众生要心怀敬畏 恭敬万物 做人不要狂妄自大 越是傲慢的人 越一生灾祸 福报走得越快 05 善护口业 言语吉祥 或从口出 言多必失 佛家常说人有三页 分别是 深页 口业 意页 其中 这个口业很多人不在乎 肆意妄言 殊不知很多福报都被自己的嘴消耗完了 人的嘴是福祸之门 可以纳福 也可以招灾隐祸 管不住自己的嘴 肆意造谣诋毁 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口业付出代价 与佛有缘的人 是心中有正知正念正觉的人 佛法是智慧 不是迷信 迷信的人反而离佛最远 真正与佛有缘的人 不是那些只知道烧香磕头的愚痴之人 也不一定是那些天天守在佛菩萨向前的人 而是内心善良慈悲清净智慧 能够以实际行动践行菩萨道的人 这样的人 即使不信佛 但却佛性自现 善根深厚 是佛缘深厚之人 内心善良的人 时时有敬畏 佛无处不在 自得感应道教 一个人可以不信佛 但一定要有佛性 可以不信佛 但一定要相信因果 佛家常说一句话 天与虽宽 不润无根之苗 佛门广大 不度无缘之人 什么意思 佛家普度众生 广度有缘之人 与佛无缘的人 佛也度不了 虽然佛陀曾说过 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 皆可成佛 但又因为众生业力有别 业障重的人是难以闻到佛法的 即使你有意去度他 他也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话 因缘不到 福报不够 没有智慧的人暂时与佛无缘 什么样的人算是与佛有缘的人呢 是心中有正知正念正觉的人 佛法是智慧 不是迷信 迷信的人反而离佛最远 真正与佛有缘的人 不是那些只知道烧香磕头的愚痴之人 也不一定是那些天天守在佛菩萨向前的人 而是内心善良慈悲清净智慧 能够以实际行动践行菩萨道的人 这样的人 即使不信佛 但却佛性自现 善根深厚 是佛缘深厚之人 佛在心中 莫向外求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乳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内心善良的人 时时有敬畏 佛无处不在 自得感应道教 一个人可以不信佛 但一定要有佛性 可以不信佛 但一定要相信因果 与佛有缘的人 身上有这五大特质一 善良厚道 越善好施 佛家里六种修行的法门 其中之一就是不施 人要懂得舍 有舍才会有的 自私自利 爱占便宜的人 难得大贵 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果循环 你善待他人 才会有人善待你 三宝门中福好修 一闻喜舍万闻收 善良厚道的人 福气不会差 人有善念 天必又知 福气就来自人的善念善行中 宽佑他人 就是成就自己 越是刻薄狭隘 福气也就薄了 凡事少些计较 多些包容 多去利益他人 就是行菩萨道 二 孝顺父母 懂得感恩学佛不是向外看 而是要向内修 关照自己的念头和行为 让一切法心充满善意 学佛不是让我们成为异类 而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简单 心中有爱 比如孝顺 佛家非常重视孝道 在家孝父母 何必远烧香 其实父母就是在世佛 恭敬孝顺好自己的父母 就是对三宝最深的敬意 功德无比殊胜 三 内心清静 心无挂碍佛说一切法 唯度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依 五 善护口业 言语吉祥或从口出 言多必失 佛家常说人有三页 分别是深页 异页 口业 其中这个口业很多人不在乎 肆意妄言 殊不知很多福报都被自己的嘴消耗完了 人的嘴是福祸之门 可以纳福 也可以招灾引祸 管不住自己的嘴 肆意造谣诋毁 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口业付出代价 世间是轮回的 你向外输出什么 命运就会回应你什么 你恶语伤害他人 最终都是伤人三分 自损七成 折磨了自己 言谈悦人心 是为罪吉祥 多说吉祥话 欢喜他人的心 也为自己积攒了福气 切法 不论我们是送多少经也好 念多少佛号也好 归根结底是来修自己的心的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人的心转了 念头转了 命运就截然不同 起心动念皆是因 当下所受皆是果 人有什么样的念头 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自然会感召相应的果报 再厉害的算命先生 也算不出修行人的命运 因为修行人会转念头 内心清静的人 即使身处低欲苦海 也能转变境界 心中生起极乐净土 修行修心 不生称怨 心无挂碍 一切随缘 烦恼全无 解脱自在 四 谦卑低调 不傲慢 真正有修行的人 必是谦卑温和 不卑不亢之人 我们都知道 佛家里常常有双手 合十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 其实就是在告诫众生 要心怀敬畏 恭敬万物 做人不要狂妄自大 越是傲慢的人 越一生灾祸 福报走得越快 佛菩萨尚且低眉垂目 何况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